孙子 他们不让我看 我就在这里当全国人民的面 我跟儿子儿媳妇断绝母子关系 你的意思是说 希望跟孙子保持正常的来往是吧 是正常的来往 我不接受也不允许 平时看完他都不让我看 就面都不让见 不让我见我去 他就赶我 他还要打我 还在这一包前牵我了 慢点慢点 不要知道 一开场婆媳二人就火药味十足 儿媳小刘的表态更是口无遮拦 毫无顾忌 可以说 在以往的数千名当事人中 能把打婆婆说得如此理直气壮的儿媳 还真不多 那么婆婆余女士究竟做了什么 会让儿媳小刘这么怒不可遏呢 一人三人搞这个迷信 都因为他这一点所以动手打他 对我就是动手打他 婆婆信迷信 小刘很反感 但也不至于发展到要动手打自己的婆婆 紧接着小刘就向我们透露了一个信息 他们家的情况很特殊 他的儿子患有肾病综合症 去年他们一家人带着孩子去上海治疗 可在上海就因为婆婆信迷信 差点让孩子丢了命 当时我儿子在上海ICU的时候 医生说很严重 医生跟我们说了一下 这个小孩子要做气管气开 然后他们两个就不接受 上海的医生给我们找了三次谈话 在那个ICU的主人都找了我好多次 两个主人都找了 情况很危急了 对 情况很危急 因为在那里面待久的人肌肉会萎缩 动不了 手脚都是打了个静静记性 然后出去头大 身至小 这个很危险的 好多小孩就因为这个原因扑不来 就是他去迷信 打他拿娘的那个干爹说 等一下 那个我去求婦杀 去放生 这个不用做手术 两三天就好了 就可以出ICU了 医生在上的竹井 竹井我去签字 后面到后面还是竹井 最后我就跟他发火了 晓得不 就因为这个事情 我跟我老公吵架 也是因为这个事情 稍微等会儿 就是从医生第一次给你们这个建议 到最终做这个手术 中间隔了多长时间 一个月的时间 隔了一个月 一个月 对 这一个月内都是因为 婆婆的这个举动 阻止不允许吗 对 最近这个决定 直接不允许 我是差点气得不管了 打在那里面等于就是死亡了 后来为什么最终还是同意了 最终我板在这里 我这个时候妈妈板在这里 我老公我跟她说了 我说你再不接受我们就离婚 就不要这个小孩了 我说这个小孩如果是出了什么事 我们的婚姻也到此结束了 我现在还是跟她说这个事情 就这样说了所以才同意了 对 这样才说 我就下死决定才这样下死决定 是这样的吗 我宝宝当时是分泌的 我说这个精神不好 不能做这个手术 等宝宝好一点 再能签字做手术 婆婆的否认让小刘很激动 为了还原当时的真实情况 她将丈夫小卢请上了场 可是就在小卢上场刚坐下不久 一个意外情况却发生了 小卢的儿子突然冲上了场 原来小卢的儿子在治疗肾病综合症时 由于长期使用呼吸机孩子的声带受损 医生给她做了气管切开术 现在小卢的儿子完全靠顶部的一个金属管呼吸吐痰 否则就会有窒息的危险 所以每隔一段时间就要给她更换金属管 于是大家让小卢先为儿子换上金属管 她要是说一旦这个痰被里面堵住的话 她生命就会受到危险 她现在呼吸就是靠这个机管来呼吸的 那你待会儿一晚 小卢的儿子很调皮 也很可爱 而陷入她颈部的金属管 却令人感觉冰冷刺眼 看到她这样的状况 我们不难想象 当时她在上海被抢救的时候 情况有多么危急 那么爱孙如命的于女士 究竟有没有因为信迷信而一再阻碍